新年快樂 又回到了經國重華區 桃園 人家講有錢沒錢 買台好車好過年 過年後其實也可以啊 誰說只有過年前可以買好車 我們今天就是要分享這台好車 就是這台大鴨Yaris 其實Yaris 越看越好看耶 我覺得 尤其是白色Yaris 白鴨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車頭 它整個車頭是這種現在這種 比較新世代的 Toyota的一個設計風格 有一種OE 海O那種OE 然後車燈呢 車頭燈呢 這邊是一個魚眼的 遠光燈是一個魯素燈泡 方向燈在這邊 這裡有一個日行燈 整個車頭設計是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引擎蓋裡面長怎麼樣 找一下這個Bruce 分享這個 剛好可以來順便學一下 你說這一台車有事故過嗎 對對對 怎麼樣的事故 前面有 就是這樣子 這個車頭有碰撞過 對對對 我遠遠看 我覺得好像看到這邊 有一點點這種裂痕 對 像這個啊 我們在看啊 就是 你一看到車 你就先看外觀 外觀 這裡有受傷 那你就先判斷說 它前面有撞 而且它被藍色的車撞的 這裡有個藍色的 對 這樣子可是 就那個地方有裂痕而已啊 看不出有什麼差 像我們現在 從外面看 這種天氣 這種光線 太亮反而看不出來 就是 保桿它後面那裡有一點色差 所以你說這個保桿這邊有色差 好像從這個角度這樣看 確實 這一片跟這一片保桿是 顏色是不太一樣 對對對 然後有時候你看這個接縫處 這裡有一點明顯的 稍微 處理過的痕跡 你看這樣噴的 因為 新的這種件 它都是素材 就是裡面都是這樣黑黑的 那看車子是什麼顏色 它就噴什麼色的 所以說換過的素材 這裡面都黑了 對對對 你看 這個縫裡面 對在這裡 但是其實 其實保桿它本來就是塑膠件 所以塑膠件 沒差 換掉的話 其實也不影響車體的安全 但是這時候就要往裡面看 往裡面看 因為前面有撞 但是你就先看那個引擎蓋 對 引擎蓋這裡很容易有問題 對 但是它的貼紙 而且你看 依這個程度 看起來就這樣 再看這裡有沒有解過 這顆螺絲有沒有解過 就是你簡單快速的判斷就是這樣看 那我們現在的判斷大概就是它從下面撞 所以從我現在面對這台車的左方撞進去 對 車體的右方 然後膠條也都硬的 你這樣摸這些膠條都硬的 你看這個地方真的很硬 所謂人家講說螺絲到底有沒有解過 就是看這種就是正常 這個就很明顯 這個就是很明顯的 看到有掉漆的痕跡 對 然後這時候你就可以判斷 水箱支架有換過 這一支支架可能有換過 對 再加上它這邊有重噴 你看這個 你看這葉子板 這裡的顏色和這裡的顏色 還有這個 這就是用白漆再點起來的 那就是這一個地方有做過 有重新做過 對 要嘛更換要嘛拆下來 但是這應該是有重新做過 因為 你看這裡還有打這個 基本上 比較少遇到 對對對 所以打這個字 對 這個比較少 換就是 噴漆比較厚的蓋組 噴漆比較厚 所以是還有 這台車 我們這樣子在 那時候收購的時候在看 就是前面 應該說車子的右前方有撞過 還有沒有 這兩邊都換 兩隻都換過 所以大概就是正面 OK 正面 但是換水箱架 那換水箱架 有的人會介意 像我們是不介意的 我是不怕 因為水箱架這個支架 本來就是有螺絲可以拆換的 OK 它不用切啦 對對對 就是大兩的話就要切 這台車原則上是沒什麼問題 沒什麼問題 但是有撞過 有撞過就有折價 就有價差 不用擔心 像這種撞過 能換的東西 因為像日系車啊 假如真的撞得很大力 基本上這裡都沒有 所以說這算是小力 小撞的 OK 能換的都是小撞就對了 我是這樣判斷 有人可能不能接受 OK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側邊 側邊就是輪框 前車主有去做一個升級 換式樣 也沒有升級 也是15吋的 跟原車是一樣的 然後側邊有一個折線 從A柱一直延伸到C柱這邊 然後從B柱這邊呢 手把這邊又有一條折線 一直到後尾燈 掃了一個壓尾 這邊有一個懸浮式的整個 鏡面的烤漆的感覺 這個角度看過去 哇這台真的還蠻好看的 然後後面有兩顆雷達 隱藏式的排氣管 這Yaris很多人喜歡 就是因為它的空間的機能表現不俗 雖然是小車 可是表現得還不錯 我們看一下它的行李箱空間 哇很不賴耶 寬度表現也非常好 深度也非常好 高度也不錯 而且還支援60分離傾道 欸 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前方的 這個後座空間 先看一下它的用料 硬的 全部是塑膠 塑膠味很重 但是這邊就皮革 而且這邊有鏡面烤漆 欸不錯 然後 整個後座的空間 大概是這個樣子 欸看起來超大耶 光用看的就覺得很大 我們先看一下頭部空間 大概還有四個指頭 腿部空間 哇 好 好不錯啊 但是後方沒有冷氣出風口 不過小車也沒什麼差啦 這個空間小 所以冷房的效率不會太差 我們看一下它的側邊表現 欸 還不賴耶 這個坐三個人也不會覺得太擠 然後整個坐姿 欸 是比較挺一點 但也沒有到那種很筆直 我們看一下全方的配置 前座 看一下 進出也非常方便 因為它這比較高 然後 不支援KIDES 直接看一下 後方這個是硬的 前方也是硬的 整個是硬的 這邊是皮革的 這邊是皮革的 這有鏡面 支援六項的手動調整 來 直接啟動它 哇 三環式的 而且都有這種鍍鉻的 欸 很有質感的感覺 三環式的 這是車美式的車機 欸 記得 萬二的車美式又出現 全部是硬的 但是 嗯 它要刻意的要做出這種 縫線 有沒有 所以它有去壓成這個 縫線的感覺 整個是 但是它這個 層次還蠻多的啦 所以質感也還不錯 然後這個是 旋鈕式的 空調 這比較傳統式的 欸 不是很溫的 這是CVT的變速箱 最新世代的Yaris CVT的變速箱 然後 車沖頭在這邊 這台應該是最入門的吧 我覺得 但是它有玄機防滑 欸 玄機防滑 安全性 應該算還OK了 然後 整個配置是這樣 欸 欸 還不錯欸 車頂棚也是黑色的 欸 好像還不賴 我們實際上路去試開看看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Let's go 年快到了 大家都想要來一隻 超級輕巧的吸引機 哇 吸地超強 任何角落都不放過 還可以吸地毯喔 欸 沙發也可以 超級方便 而且最後彎塔群 張屋直接丟掉 影片最後有詳細介紹產品喔 快出發啦 Let's go 今天天氣真的有點冷耶 欸 現在外面的溫度是16度啊 哇 本來以為春天到了 欸 可以把衣服都換成短袖 沒想到今天又忽然變冷 而且是急劇下降的那種冷 喔 好冷喔 我們今天很開心喔 又回到了桃園內 來跟大家分享這個車子 嗯 這個Bruce的好車分享 那我們今天分享這一台呢 是這個2019年式的齁 呃 Toyota的Yaris 其實 呃 Toyota的Yaris 它算是一個非常長青的一個產品喔 從第一代的Yaris 到現在這一個 我已經不知道它叫什麼鴨了齁 什麼暴力鴨啦 大鴨啦 什麼 什麼GR鴨 小鴨啦 搞不懂到底有什麼鴨了 每一台鴨都長得很像不是嗎 欸 就是那種圓圓的 然後宣備 欸 前面有一台 前面有一台一模一樣的Yaris 哈哈 就在右前方喔 其實它賣得非常好 而且非常長青 如果說畢業了 然後第一台車 呃 我們想要選擇第一台車 通常喔 朋友如果問你 你大概很多長輩或者是身邊 欸 不然就買Yaris啊 Yaris還不錯喔 所以Yaris通常都是 嗯 手購足的第一首選 很多女生都選這一台 那因為也經過了好幾個世代的一個演變呢 那現在到現在最新的這一個 這一個世代呢 它 我覺得啦 憑良心講 以這個五六十萬的這個級距呢 大概也就這樣子 我們不能每次都拿Toyota來當笑話 說什麼它操控不好 欸其實五六十萬大概也就這樣 不能每次講它隔音不好 其實五六十萬也大概就是這樣 不能每次講它安全不好 欸其實五六十萬大概也是這樣 它現在循跡也有 然後安全氣囊也有 我們也不能把它講得太爛啊 就是大概一般錢一般貨 如果就是要買一台代步車 其實它真的是蠻順直的 我在開這台車的時候 我覺得它很順耶 很容易上手 然後它CPT很平順 不會忽然拉高轉速 讓你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它的動力的銜接性 在市區上面的這個奔跑呢 也不會讓你覺得有那種氣喘 爐牛氣喘虛虛的樣子 總之呢在市區的行駛上面 也非常的秤值 然後操控的部分 我覺得比較中規中矩 沒有讓你覺得說 什麼虛位很多啊 側傾非常大 但是也沒有到熱血好嗎 那反正總之這台車還可以 我們把它當交通工具 是非常非常的秤值的 那這個價格上面呢 剛剛有拆引擎給 就是打開引擎蓋給大家看 它是有經過一些的這個波折的 有受過傷的 有經過一些事故 所以呢 它的價格在二手 就是大家如果有上網搜尋 應該知道 Yaris的價格是比神 他哥哥就是比Artist還要好的啊 那個什麼十幾年 Yaris都還賣二十幾萬 所以這台2019年 本來想像應該也會蠻貴的 不過聽Bruce講 好像還蠻優惠的 我們實際請Bruce來分享 對 開場賣就是撞到 總不可能每一台都買到完美無瑕的 對啊 就算那個 有撞過外面的車主或自售 或者是其他的車商 他也不太會跟你講啊 對不對 自售應該不太會講 自售誰會講 我都說我的車九成星 不敢賣 用了兩年的手機 也說自己的手機是九成星 已經用了到 已經淘汰了 那WindowsXP的 還說我的都沒在用 品項良好 外觀九成星 哪一個自售會這樣跟你說 但是因為 這個我們在網路上 憑良心說 去他這邊的物件 就是一些車子 我們去借的時候 通常也會希望說 這個Bruce不要分享一些 阿里布達的 什麼洛莉巴說的 可是每次都分享一些 好物件好車 就會讓人家 我以為說 怎麼可能 你說謊 我們今天特別挑一台撞鍋的 撞鍋有比較適合 重點 有有有 撞鍋比較便宜 有比行情便宜一些 那這車主他是怎麼樣 為什麼忽然要買車 這個是 這台車是之前的保業務 業務用車 因為他是2019年試的 兩年左右而已 他已經開了六萬一千 以2021來算的話 大概三年 假如我們這樣算的話 三年跑六萬 一年開兩三萬 算是不是 比較多了 跟我比起來 差不多 這樣子而已 怎麼差不多 我一年還跑四萬多五萬 對啊 我一年就得到這個結果了 他三年才六萬 哪有跟差不多 要再加強一點 對啊 這哪叫業務 你看他里程數 就知道這業務 到底有沒有認真在跑 對 所以 就是 他算是業務用車 對 業務用車有沒有在顧 有啊 反而是 一開始 尤其是前面 原廠保固的時候 就一定得回原廠 對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業務用車 在這個 保固內 然後 因為他里程數高 折價又高 然後最重要是他又撞過 你的意思是說這樣 所以他二手車 對 又給他扣了幾萬下 然後該換的都幫他換完了 對 所以整台車其實 你不講我也看不出來 說真的 所以買到這種車 真的是CP值很高 你意思是這樣子 所以我那前面LOGO 我再把它碎掉了 換掉 喔 那個可以換 那一定要換 你故意留那個證據 要讓大家知道 他是有撞過的 因為今年剛開工 還來不及換 還來不及換 OK 反正就是一個教材對不對 那他業務用車 怎麼這麼快就要換車 差不多啊 其實 甚至有一些掛租訂牌的 兩三年換車是很正常 因為他如果再繼續開下去 他有可能會破十萬 三年到可能會破十萬 所以就是想說 說明今年底就是 就趕快把時間還沒到 就是里程數還沒到 趕快換掉 你意思是這樣 有些業務用車是這樣 對啊 還有一點價格 一兩年的時候就先處理 要我就直接把它開到軟了 是啊 這公司 因為除非你是掛R牌的 節稅用 不然里程數對於業務車沒差 尤其是Yaris 還沒怕啊 怎麼開都開不壞 奇怪 賣掉 賣出去也不怕有什麼事情 賣出去也不怕有什麼事 對啊 不怕客人突然說 亮燈了 那他業務用車又換什麼車 還不曉得 因為年後才知道 那也不是每個來賣車的都是我們的朋友好嗎 他要買什麼車我怎麼知道 有的也不見得好意思說 對啊 說不定他賺很多 對啊 搞不好變成騎摩托車不好意思講 所以這車子來源也是非常正常 來源正常 雖然撞過 但是不是什麼打撞 前面的水箱架 因為主要是看到水箱架是可以更換的 才會收啊 不然想要再撞進來一點 那就不太想通了 那就不行了 好 那這個車子其實 看起來應該是還OK 嗯 剛聽的這Bruce呢 給我們打了一個定心丸 我們才對這車子稍微放心了一點點 不然聽著撞到 是誰還敢買啊 是不是 這車子就是前面的水箱架 有換過 對 保桿也有換 對 因為有時候撞也不是一定是去撞很嚴重的 撞到車或幹嘛 可能是去撞到那個 路障啊 什麼之類 或撞到牆啊 都有 沒看到 然後去撞到 也有可能啊 這個就 事故發生種種 它叫意外嘛 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樣 總之呢 不嚴重那就好 這車子還是很好的一台車 那重點是 到底開多少錢 這大概市場行情是多少 市場行情 賣多少錢 就是19的喔 有人開 四尾八到五十幾 五出頭可能都還有 這假的 真的啊 這台車就五十幾萬 新車就五十幾萬 因為它銀行見價 現在喔 銀行見價書上面還有四十五 光銀行見價都有四十五了 所以你意思說 所以以正常來講 以正常行情來買的話 收購喔 正常車沒有撞 基本上大概也是四十五跑票 收購 收購的價 那你們在整理 開價也就開 四尾八 基本上這種車喔 你開高價也沒意思 對啊 所以大概也就是四尾八的錢 像這個撞過大概就是四中間 四中間 四十幾萬就對了 對那主要還要看我們換一些小東西 那些成本 OK 那就是 實際上的一些 這個 精確的價格 是直接問你比較準 對 因為還要再整理一下 還要再整理一下 然後如果有興趣 直接跟Bruce聯絡 然後車子是這樣子 那有需要的人呢 他就會覺得這車子很適合他 沒需要的人呢 嫌東嫌西的 那你如果也不喜歡這個車子 你就是開雙B的命的 你就不用來數落這台車 貴或便宜的 那我之前看過 那十幾年的Yaris 還賣二十幾萬 像現在2010到2012的小鴨 就是那時候都還是小鴨 現在也都還是二十幾萬啊 快要三十啊 真的太快了 Yaris比較特別 在台灣的行程 有他自己的玩法 OK 有他自己玩法 好啦好啦 那這個就是新年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新 他們收進來的一台 這個 是怎樣過年是賭太大 然後輸掉 輸一台車 馬上 過完年後馬上就來賣車 OK 那這台車呢 現在還在庫嗎 對啊 正在整理就對了 就在換個LOGO OK 那我們就是有興趣的人 歡迎跟布魯斯聯絡 這是他的聯絡方式 好 我們期待布魯斯再跟我們分享 他的其他的愛車 下次見囉 拜拜 快到了 大家要知道 要拿吸塵器 掃地 我的手都快 斷掉了 我理想中的吸塵器呢 其實是要 然後 吸力又強 然後又可以無限的 但是價格都不同 像這一台 這一次 我真的覺得 超值得 入手的一台吸塵器 德國藍寶的一台吸塵器 最大的一個賣點就是 超級輕 大概 兩隻指頭 手指頭都可以拿起來 然後最重要的是 它是德國的品牌 藍寶嘛 大家買車都想要買德國車 那吸塵器 當然也可以選擇 德國的品牌 這一台呢 有15kpa的吸力 而且 非常的輕巧 好用 還有兩段式的 我們實際使用看看 這裡 附上一堆灰塵粉塵 那我們直接打開這一支 吸塵器來試看看 我們先打開第一段 這裡有一些髒東西 有沒有 打過去看看 哇 很強耶 那如果說 是比較大的一個粉塵 有沒有 打開二段 聲音變強 然後角落它還可以這樣 90度旋轉 所以 超方便對不對 而且 拔起來了以後 這個就變 配件放在旁邊 直接拿起來 弄上去 細胸 像這種地方 如果說 需要一些 還可以把刷子打開 這個是二合一的 打開以後 就可以進行一些刷 再接一下第三個刷口 我覺得這是現在我們最需要的 很麻煩 這種地方常會有塵 那我們用這個可以怎麼用呢 來 直接打開 因為它這有刷毛 直接 這樣刷的時候 可以把上面的粉塵跟塵 拍上來 可以吸得很乾淨喔 哇 所以非常好用 但是家裡都有這個沙發對不對 那沙發的部分怎麼辦呢 我們這個直接把它打開 它就變成吸沙發的吸塵器 這個沙發很容易產生塵蠻 有這個刷子 所以直接貼著 它可以吸得非常乾淨 哇 所以最後大家覺得最痛苦的地方 就是要整理這個 你有時候有些人會過敏 這樣子本層 你會一直打分屁 哪不停 我們這個方便的地方就在於 它One Touch 完全不用 退灰 摧灰之力 卡卡卡 而且沒有什麼 沒有耗彩 非常好用 我們的德國藍寶 所以不管是要吸車子啊 吸家裡啊 做家事啊 其實都非常的簡單 我們這個德國藍寶 這一次廠商呢 有特別給三個一點折扣 如果說你家裡需要一隻可以 帶著走 可以吸車子 或者是小朋友可以幫你做家事的 這種吸塵器呢 大全配一整套齁 連這個刷毛 吸沙發的 吸地毯的 然後 吸地的 這一整套 還包含這個桿子 整個 2880 2880 有需要的朋友 那歡迎在這邊 下面有連結 直接點選連結的優惠獎 希望如果有買的朋友呢 可以來分享你們的使用心得喔